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多少能够感受到风格的转变 我还会再变得越来越好 真的非常感谢各位给我的建议 而今天我会把曾经好朋友的影片都下架 跟上面提到我去上的podcast有关系 当初原本该节目访了我4集之后 我大力推荐Liz去找我当时的好兄弟简大萱 大致跟他形容了一下这个人是谁 后来简大萱也去了Liz的节目 该集访谈播出时间是2022年10月16日 我大概过了半年之后才听到我周边的朋友讲 他们貌似忧心忡忡 因此我才去看了这一集的内容 接下来截入访谈当中提到关于我的部分 可是没关系就看到周映辰 然后我要爆他料 就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做菜 印象里他是做菜应该是很厉害啊 就是 可是怎么就都脏脏的这样 就觉得因为他一直狂被骂你知道吗 他就是一直狂被那个那个冷台的那个负责人骂 骂得很惨很惨很惨 然后想说你干嘛把他骂成这样 就跟他解释就好啦 所以我就会用我就会跟他解释 可是我发现好像是 学校的受训跟他们那种职职业班的受训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真的会有技术上的落差或什么 这边先来科普当时的时空背景 简大萱刚进来这间餐厅 是学校一年级的实习生 我当时在这间餐厅做了差不多快半年 负责的是冷台 冷台的主管是我在部落格里面有提到过 是一个殷勤不定 没事爱发神经的家伙 他的全名叫做 直接截取一段我部落格形容他的文字 那先解释一下 我当时的部落格都用歌来取代我这个字 不会做问他就被干 不是用他的做法也干 说歌都来这么久了什么都不会 枯腰他对歌这个死亚周老 根本不像对其他妹那样温柔仔细又风趣的解释所有细节 凡事都把草草交代过而已 是要怎么学的会啦靠 一副因为歌的关系把他搞疯乱摔东西 甩门揍冰箱跟个神经病一样 偶尔还会用种族歧视的言语干鸟 讲得好像歌根本对这份工作不在意 这位冷台主管 Jeremy 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物 我当时是他底下唯一的固定班底 其他都是来来去去呆个几周就走人的实习生 我当时已经把这个人摸透透 他在发脾气的时候我都蛮习惯的懒得了他 反倒是底下的实习生们看到他发脾气都会害怕 绝大多数的实习生法文都不好 也有很多法文完全听不懂的 那这位 Jeremy 的英文又很烂 结果我就变成中间人 要帮 Jeremy 跟实习生们翻译 我其实很讨厌看到实习生被骂 所以当 Jeremy 用法文都有发泄不满的情绪 我都会再用英文或中文好好跟实习生沟通 告诉他们哪边可以怎么改进 我记得简大圈刚来的时候 的确有试着要跟这位主管解释事情 但也一样遭到一头臭骂 我看当时他发文好像都听不太懂 讲得也里里里里里还得去帮他翻译 不过当时我把被骂当成日常 因为我上头的人就是个笑欸 我不希望这些没经验的实习生 一来就遭到职场霸凌 所以有我在的时候就尽可能吸收他的负能量 转用好声好气解释给实习生们听 后来简大圈跟我说这家伙因为被太多 他们学校的实习生投诉被迫离职了 所以他当时看我被骂得很惨 应该是这个原因 那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念过他们那种厨艺名校 只有念职业班出来才会被骂 欸我也不是很清楚 那么技术上的落差 一个没经验的小大一实习生角度看来都那么烂 我还能够在这间餐厅工作领薪水吗 还有说我做菜怎么就脏脏的 这是一个蛮严重的指控欸 我们餐厅是开放式厨房 如果脏脏的早就被客人投诉了 什么我到离职之前也没有被投诉过呢 而且我印象中也没有任何正直的同事 讲过我工作脏脏的这件事 那么一个刚来的实习生说我脏 可能就是欸好啦真的还有改进的空间好不好 他说他在那时候是每天哭 他说他每天都觉得很压力很大 很痛他觉得为什么我好像也不笨 也不是什么白痴 可是怎么会被骂成这样 那我当然能明白以我们的眼光跟角度 我们觉得他的东西可能就是有所有进步 受训不同 对有进步的空间或者是可以做得更好 对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 可是我学的就是 是这样没错 可是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所以会有那个 就是在学校跟 天花板不一样 对 上班每天哭的话 那我干嘛还去上班呢 这件事情的原貌 其实是因为我一直被刚刚提到 这位主管Jimmy职场霸凌 到后来实在是受不了了 跑去跟当初把我找进来工作的主厨讲 我就问Chef说 我是不是工作真的做很糟 让这位主管这么堵烂我 做什么都不对 做什么都要被他骂 那如果我真的有这么烂 那请你把我fire好了 连续累积下来的精神摧残 讲到一半差点哭出来 不过是差一点 没有真的哭出来 就差那么一点点 那么Chef安慰了我一下 就把Jimmy找去约谈 约谈完之后 他对我的态度疲变 除了没在骂我 还会鼓励我 讲话都好好讲 让我超不习惯的 老实说呢 当时我去找Chef讲话的这件事 只有少数几个餐厅里面 跟我比较亲近的同事知道 简大萱是当时我觉得很开心 一起工作的同事 所以我有跟他讲 再来解释我觉得上班痛苦的真正原因 因为当时我已经认识了我老婆 会开始思考未来的人生规划 我觉得如果继续在餐厅上班 早出晚归 很难建立一个健全的家庭 看来在这一行要继续往上升 显然会很挣扎 所以才会经常愁眉苦脸 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当时可说是我人生一个 极度关键的转列点 所以我们的缘分能说很长久 可是都浅浅的这样子 但怎么会一起拍片 直到疫情的第一天 就是隔离的第一天 他打给我说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是阿诚氏 那时候已经两三年没有联系 阿诚氏这样子 我说记得就是恩人这样子 他说我跟你讲 我其实有在拍片啊 你知道吗 我说有啊我有看过啊 先来讲缘分这件事情 2016年简大轩在台湾 因为看了我写的部落格 有私讯问我问题 我看他很有心 所以留下line 叫他直接打给我 我们聊了很久 因为他做的功课蛮充足的 所以我回答他很多 关于法国学厨艺的问题 后来他到餐厅实习的时候 我们每天见面一起工作 超过10个小时 前后将近一个半月 我们在还没拍片之前的缘分 总共累积超过300小时的相处时间 我那时觉得他是我最要好的工作伙伴 所以这样算是很长久 但是浅浅的 吗 接着他说直到疫情隔离第一天 我打给他说记不记得我 已经两三年没见面 法国官方宣布疫情封城第一天 是2020年3月17日 简大宣在我们餐厅实习到2018年8月初 就算中间都没联络 也就一年半多一点 更何况我从2018年底开始拍片 他就有出现在我的影片当中 第一次出现是在我2019年4月21日 发布的影片 跟着厨师们一起里昂的美食之旅 影片中的第2分01秒 就已经预告之后会有一集专访他 接下来2019年5月25日 发布的另一支影片 百年老牌顶级餐剧特卖会 特别来宾就是简大宣 因此我们中间一直都有保持联系 他也知道我会继续找他拍片 他说找你拍好不好 我说蛤可是今天第一天就是疫情 就是我就只有我昨天学校 就是代款剩下的东西 当天就要拍喔 当天就要拍 打电话给你直接就要拍 对啊 他说我这个 他说我这个礼拜没有 就这个礼拜没有片可以上 我说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这礼拜上片 他说你不知道吗 就是我有什么就是 自己的一个功课 就是我每个礼拜一定要上片 这样子 我说好那 可是我都没有东西 他说没关系 我是导演 我会找 我会找镜头拍 你就是你就是 像你平常一天生活这样子 而且你有那个比赛的话题可以讲 就是我刚好想要访问你这样子 我看你的报道这样子 我在拍摄影片之前 尤其是需要有来宾配合的 至少都会在一个礼拜前 就事先讲好 瞧时间 讨论拍摄内容 从来没有任何一支影片 是临时讲说要拍就开拍 有拍过影片的人 就知道这样做的难度跟风险有多高 之后任何一支跟简大宣拍摄的影片 也都是一样的运作方式 都有事前讨论好才拍摄 而且他从学校带回来的东西 就是特别为了拍摄这支影片 当初该支影片的上片时间是2020年3月27日 他说是疫情第一天拍摄的 也就是3月18日 当周的周六3月21日 我还有上另一支片 因此并不像他讲的 这礼拜我没有片可以上 另外关于他比赛的事情 只是刚刚好有媒体报导 我就在拍摄的时候 顺便让他讲 帮他宣传 让更多人关注 厨师在家怎么吃 在家怎么吃 就是我的第一支影片 那是第一支 对那是第一支影片 那时候他好像才25-26万订阅而已 这样子 然后就来拍 结果拍完之后发现成效很好 他说我从来没有一支影片 就是破超过十万人 你这次就超过110万这样子 就是一次就是超过百万这样 他说我赚很多钱这样子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这个人也太直接 跟就是很大啦啦这样 我说是喔 然后那时候我也觉得 很好就是有赚钱 你有小孩 有老婆我很听你 我没有想到我自己这样子 所以他后来就是说 要请我吃饭什么这样 厨师在家怎么吃 这支影片就如上面所说的 不是他的第一支影片 上片之后的成效不能说非常好 顶多算表现还不错 我在那支影片之前 就已经有很多超过二三十万观看的影片 甚至破百万的都有 并不是像他说的 从来没有一支影片超过十万人 那么再来看看他这支影片的流量表现 从影片发布2020年3月27日起算 我们抓一年后2021年3月27日结算一整年的观看数据 总观看次数是979742次 由这支影片吸引来的订阅者是1059人 一年间累积的收益是1662.27欧元 折合台币约6万块 根据以上数据证明 影片发布一年后也还没破百万 也完全不是一次就冲破百万 直到一年多后的2021年4月7日才达到100万观看 那么他讲的110万 更是要再过了半年后的10月12日才达到 简大宣说我告诉他赚很多 一年6万块 看来我是真的很知足 当时我主要的收入来源是频道老粉们抖内给我的 一人100块救救阿诚师群众募资计划 我没印象特别请过简大宣吃饭 只有一次是他找的说要一起吃饭 最后是我付钱这样 那次还是去他学姐在里昂市中心开的店 叫做Nosh 不过其他只要跟我出去要付钱的 我不会让他出到钱就是了 这很基本 我对其他阿诚师宇宙协助我拍片的人物都比照办理 除非他们像小童姐一样好几次坚持不让我出 所以就是这样子才慢慢开始有有连结 我常常会讲电话啊 比如说我儿子要买床 没有人可以帮我搬床 你可以开车来吗 我就开车去 我今天要带蛋糕 可是我那天要上班 找小童姐找谁帮忙 可是其实他这一群啊 他说说他这是阿诚师宇宙 可是我只认识他跟小童姐 真的喔 我一个都不认识 真的喔 你们没有一起拍过片喔 没有 因为各自都在各自的工作啊 其实对啊 我觉得应该都不容易 我儿子买床这件事情呢 就因为我们是买二手的要自己去载 卖家就在我家附近而已 刚好隔天剪大轩要来我家录Podcast 我就问他说可不可以请他开车 帮我一起载回家再录音 他说可以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床 到现在还在用 谢谢你 但如果当初你说不行 我就会找我其他有车的朋友帮忙 接着婚礼载蛋糕这件事情 我记得是临时问了几个有车的朋友 因为那时候帮我做蛋糕的甜点师益倩 他男友临时不能帮忙载 所以最后是一个跟我很要好的法国朋友 去帮我载到婚礼现场 如果当时有问你 表示我也把你当成很好的朋友 不过你早就跟我说婚礼不能出席了 也应该不会特别去麻烦你 如果给你带来困扰 这里就说声抱歉 再来他说阿诚思宇宙其他人都不认识 也没一起拍过片 那为什么阿诚思宇宙的其他人都互相认识 互相有合体出现呢 我有好几次都想找简大萱跟其他人一起拍 但每次都被他拒绝 我还曾经特别为简大萱 瞧出他有空的时间 他也不要 原因是什么我也不清楚 那你们一起做Podcast是为什么 一起做Podcast是那时候 就是到了一个程度 我大概也拍了三四次片之后 他就跟我说 诶 那个 很多人留言说他们很喜欢你的声音 然后 你有没有兴趣 我说 这应该不是一个好理由要做Podcast 我以为是你们很认真的 要来聊一些厨师的话题 完全不是阿 哈哈 跟他开Podcast的缘起追溯到我经纪人的提议 当时台湾Podcast正开始蓬勃发展 他建议我可以试试看 但我一直很懒 本身也不是用户 直到有一次我跟简大萱拍完片在闲聊 发现我们闲聊的内容其实蛮有深度的 所以我灵机一闪问他说有没有兴趣把我们的对话录下来 放到Podcast 他说有兴趣 于是我才跟他开了Podcast 最初节目宗旨就是要来认真聊一些法国当厨师的所见所闻 后来走向有点走偏了 抱歉都是我的错 要说完全不是认真聊 那就交给各位听过的听众们去评判 至于是因为他声音好听才开Podcast 我不记得有这样的前因后果 应该只是后来听众们的留言回馈 都他自己决定好 他说我跟你讲我会去开始想该怎么弄 然后就是去你家录这样子 所以我会说他是一个什么都帮你决定好的人 对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讲 所以他这是个什么都帮你决定 他就觉得这样做最好这样做 他就很像是一个妈妈 他明明就比我大两岁而已 他就很像一个妈妈 就觉得我给你说就是这样 就这样才会赚钱 怎么样怎么样 就到现在什么都没有赚 他自己赚得很好 可是我这边都还没有 可是我也没关系 Podcast的录制地点会选在他家 是因为他本身外物很多 我为了配合他好安排时间 所以都跟他说我直接去你家找你录 就省得你特别跑一趟 但偶尔天气不好或其他原因 我才问问看他有没有办法来我家 这些是经过讨论后 得出对彼此都相对适合的决定 他说我像妈妈 我的确是帮他想很多 比如说他毕业后的签证问题 他该留在里昂找工作 还是到别的地方更厉害的餐厅历练 还有他已经这个年纪了 未来的职业生涯怎么规划等等 反正我就是鸡婆 那至于会跟他提到 这样才会赚钱啦 之类的这种话题 主要是因为简大圈很常说自己没钱 说他薪水很低 生活很拮据 厨师这一行的薪水本来就不高 我看他因为影片的关系 IG粉丝成长很快 就时不时会跟他分享一些 怎么当网红 怎么把流量变现的经验 也特别交代我经纪人 看能不能帮简大圈接一些商案 协助他赚一些外快 那他说我自己这边赚得很好 他那边什么都没有吗 光讲我频道大家看得到的影片就好 真空机业配完真空机送给他 至于他把真空机拿去给别人 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床垫业配是他说想要新的床垫才接的 原本厂商指定要我们去拍搭讪 至乎在搭讪影片当中 结果业配桥段拍完 他就不想拍搭讪了 我得自己去拍 床垫还是归他 再来还有酒的业配 我直接把一半业配收入分给他 各位要知道酒商的广告费用 向来是不手软的 私底下大家看不到的 还有剪Podcast用的监听耳机 我当时自己剪到后来没空 原本要给我老婆用的铁三角监听耳机 借给他去用来剪Podcast 到现在Podcast都停更超过两年了 也没说要还我 或许是当时我把他常常强调自己没钱 这件事看得太重 现在回想起来 影片当中他用来烫鲁笋的锅子 是The Buyer 一支至少台币3000块起跳 炖猪肉用的铸铁锅 是跟LC锅同级的Stove 官网上最小的尺寸也要199欧元 也就是7000块台币 打酱汁用的调理机是Vitamix 他在Podcast讲他最爱喝的烈酒Shutters 家里也不止一瓶 单瓶售价也是台币1500起跳 还有麻烦他帮我儿子在床开的车 是双B 他一个人住在市中心旧城区电梯公寓 房租至少每月要700欧元 也就是24000台币起跳 后来搬家便宜了一点 也要超过台币2万块 更明显的就是他不断强调自己读的厨艺名校 三年学费超过150万 我怎么曾经相信过他生活结局需要赚外快 这是我的错 不应该跟他分享这样才会赚钱的各种经验 以上就是我个人片面观点的澄清 我把能够提出的佐证都尽量找出来了 老实说我真的感到很心痛 曾经一厢情愿以为最亲近的好兄弟好朋友 居然在自己大力为他引荐去上的另一个节目 讲出各种关于我的扭曲事实 我没有在第一时间出来回应 是因为实在太震惊了 不知所措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更不想再被这件事情继续重伤 但是这两年中很多人看过后 拿他影片中提到的错误资讯来留言 甚至对我有不正确的想象 造成我很大的压力 我现在拍这支影片的当下感受是非常痛苦的 尽管已经沉淀了这么久 但是每次又被翻出来 让更多人都有错误的印象 还是会感到再度受伤 现在终于把这件事情讲出来 希望大家不要再胡乱猜测了 各位观众 我对你们有满满说不出的感谢 我可以做的回报就是吸取大家给的批评与建议 做出更好的影片 谢谢大家对我的喜欢和相挺 下次见了 拜拜